電力板塊在上週跌市中營保持強勢 華潤電力 0836 上週五升於3% 加派特別股息將增添動力 潤電在港上市20週年 市值736億元 控股公司華潤 持股62.93% 為央企 集團主要從事火力發電 包括燃煤電廠和燃氣電廠 可再生能源 包括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及光復發電 及煤礦開採業務 潤電日前公布 9月份附屬電廠受電量1499.56萬兆瓦時 按年增加2.6% 其中 風電場受電量233.21萬瓦時 增加3.9% 光復電站受電量31.18萬兆瓦時 增加193.4% 今年首9個月 潤電附屬電廠累計受電量1.43億兆瓦時 增加3.6% 其中 附屬風電場累計受電量達到約2860.34萬兆瓦時 按年增加12.4% 附屬光復電站累計受電量達到約197.77萬兆瓦時 按年增加92.6% 從上述數據來看 潤電營收比重佔75%的火力發電顯著回升 反映了逆後地區經濟恢復增長的態勢持續 扭轉了集團營利受壓的影響 今年6月底指中期業績 潤電營業額按年上升2.1%至514.84億元 港元 下同 股東應佔日利增長54.2%至67.4億元 每股盈利1.40元 派中期息每股0.3200元 以除淨 上半年火電營業額增加0.3%至390.54億元 佔總營業額75.9% 業績轉規為形 錄得分佈利15.5億元 可再生能源營業額上升8.2%至124.34億元 佔總營業額24.1% 分佈利潤增加2.5%至62.86億元 集團上週四突宣布 董事會為慶祝上市20週年及重新晉升藍籌 派發特別股息每股0.50元 涉及24.05億元 除淨日為11月29日 明年1月23日派息 潤電上週五收報15.30元 升0.50元 或3.3% 成交2.78億元 在上週突宣布派發 特別股息每股0.50元 以2022年度末期派息0.37元計 現價持股的股息率也有5.68厘 而現價持股收取特別股息的兩個多月也有3.26厘 潤電現價市盈率10.49倍 預測7.85倍 市漲率0.89倍 估值低於同行中國電力2380 市盈率12倍 和預測9.4倍 有利支持其估值跑贏同業 該股10天線以升穿20天線及50天線 技術走勢強 近期升勢始至10月下旬的14元水平 現價計累升16% 走勢上有望挑戰3個月前高位16.60元水平 可利用回調 或時機跟進 跌穿14.70元止洩 停在日本수保安 停至530天 Semп 停在飛車場 停在第三詞 誤行度